老阿姨每日一大回答些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千年木要割屁嘛 千年木能活一千年到你手里边就 你看这个叶子往下垂 首先呢就是缺光 因为有话说老阿姨为什么 往下垂了你说是缺光呢 因为植物啊它有一个叫什么 叫趋光性 就是你听我那么一首歌 我爱你就像那飞蛾 对不像花 飞蛾扑火它有一个趋光性对吧 植物也是在缺光的时候 它就想着缩缩缩长高 你看有那么一句话说的好 一只红杏嘛就出墙来 对不对 所以说呢它会涂涨 涂涨长了以后就 长了就搭了了 明白了吗这缺光 第二个就水大 你光单纯的缺光 它肯定不会这样 还有一点水大 所以说呢就缺吧下来了 有话说老阿姨说的 那边就缺水的不一定 明白了吗 长了才也缺吧 话说现在怎么办 首先要做的是控水 你这个叶子老是搭了是吧 你往一拽它就下来了 你可以把它拽了 然后呢控水 等到下回该浇水的时候 用点肥料啊 用点杀菌药啊 就会好很多 别等着那个盆头 湿乎乎的时候 老阿姨说敲肥了 用杀菌药了 哗再来一遍 水多了不是很好的事 明白了吗 嗯 懂个事就好 下个臭宝说 啊 蝴蝶兰呢 还有什么办法吗 这臭宝这不挺好的吗 总体一样呢 但是中间你那个叶脉 好像是哈 我说的好像是 你是不是在运输过程中 有点折损啊 再有一个事 你把这个表面上的 置石全部扒了出来 你盖置石干什么 很多话 我就是习惯性地 把这个花呢盖起来 埋得很深 那不好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话说天冷了 我 这个植物的根系 稍微裸露在外 是好事 尤其是蝴蝶兰这种 它有个 它的根的名字叫什么 肉质气生根 它不是说 它长得太胖了 生气长得根 不是那种 它这个呢 是肉嘟嘟的那种 可以在空气里面生长的根 它可以吸头 空气里面的水分和养分 明白了吗 你盖得很厚并不好 人们把这个根给焖坏了 所以说呢 出现的状态就不那么哇塞 还有一个呢 没必要给它晒很多的太阳 这种光照就够了 胡蝶兰就喜欢这种光照 很柔和 你能感觉到点光就行了 明白了吗 怕冷啊 放到暖和一点的地方 控水 略微控水 你摸一摸盆土干了再浇 好吧 别再没什么 肥料可以略微地用一丢丢 先控水再说 下个臭宝 种了两年也不开花 一直长叶子 这个东西 好像有点像那个文书兰 但是我不敢确定 我不敢确定 可以问一位花友们 两年了不开花 这不长挺好的吗 就讲的呗 让花成花 让树成树 他不开花你也别急 好家来就给我大舅子 已经三十了 三十多了 不结婚 你急他干什么 你给他弄急眼了 他可能到插门跑了 对吧 别逼着 慢慢来 时间不够 慢慢来 好事不怕晚 你三十多不结婚的 到处是 下个肉宝说 我的麒麟叶子 为什么老是黄叶 老是黄叶 这就说明有点缺肥料 明白吗 臭宝 你适当地来一点肥料就行了 就会好很多 行吗 臭宝 一点肥料不给 有的话 就养花去 又想马而跑 又想马而不吃草 这不行 人一天三顿 植物一个月三顿 少点点 不够咱再来 你弄多了怎么办 给人吃饭不一道理吗 谁还闲得没事 吃多 糊糊的 下个肉我说 秦燕蓉好几年不咋找 香苗了 我怎么办 表面的土稍微松一松 把下面那几个不好的叶子 给它拽掉 适当地用一点点肥料 有条件就换个 大一号的花盆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要关注 老花姨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 这是老花姨 养花最容易 白了臭包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